澳大利亚最近的表现可以用歇斯底里来形容 与澳大利亚没有太多往来的乌克兰成为了澳大利亚进行挑衅的工具 美国带头对于俄罗斯进行了制裁 作为五眼联盟成员的澳大利亚也是紧随其后 宣布对于俄罗斯进行制裁 在美国入戚阿富汗的时候 澳大利亚就派兵进驻 并且有虐杀阿富汗平民的行动 至今澳大利亚政府都在对于参与虐杀的澳大利亚特种兵进行袒护 凸显了澳大利亚的痴名双标的本质 如果美国出兵乌克兰 作为跟班的澳大利亚是会紧随其后的 最近澳大利亚皇家海军FFH-151 安兰特号导弹护卫舰闯入了南海 展开了所谓的自由航行的军事行动 在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导弹护卫舰逼近中国之后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开始了叫嚣 根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莫里森借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支持 威胁要制裁中国 并且中国曾经对于俄罗斯的支持 在西方抱团对付俄罗斯的时候 也不忘围堵中国 暴露了西方分国家敌视中国的战略 澳大利亚是反华的头铁 只要西方有反华的行动 澳大利亚会在第一时间支持和响应 之前澳大利亚就紧跟美国宣布抵制北京冬奥会 如今在美国以及其余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澳大利亚公然跳出来要威胁制裁中国 如此看来澳大利亚横起来比美国还要狠 起码如今美国不敢因为要制裁俄罗斯 而来制裁中国 澳大利亚是要冲到对抗中国的第一线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蹲下跳 暴露了西方国家一案一面 如今的西方国家抱团围堵和遏制俄罗斯 一旦拖垮俄罗斯 中国就会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目标 2020-3267 全球防务观察阿利 如今澳大利亚率先要向中国开刀 借口中国支持俄罗斯 要威胁制裁中国 美国从2010年就改变了对于中国的战略 因为当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 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有美国的77% 超过美国已经不再遥远 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 美国以及其余西方国家感到了恐惧 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 冲击了西方国家通过制定规则 从全世界吸血传统 西方国家为了维持既往的特权 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 澳大利亚就是维持西方霸权体系的打手 为此不断对于中国发起挑衅 如今 澳大利亚再次为自己加息 公然威胁要制裁中国 再次暴露了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傲慢和无知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果澳大利亚制裁中国 受伤的是澳大利亚自己 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商品 并没有唯一特性 中国反而是有制裁澳大利亚的资本 因此澳大利亚威胁制裁中国 是自取屈辱的拙劣表演 中国的发展带动了世界经济的不苏 澳大利亚公然和中国作对 是要付出成本的 显然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为了短期的支持率 是不会考虑澳大利亚的未来